我是傅大卫,来自于英国 其实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的卫理工会里面 复事了三十年之后 英国为了要发展华人的施工 所以他就把我从马来西亚借去英国 那么我去的时候 英国只有一间卫理工会是在伦敦的 只有十几个人 那么想不到他们就把我留在那边继续发展 然后我们从我这个伦敦的教会 我在发展这个宣教的工作 现在在英国已经有了十三间的 巡道卫理的华人教会 分布在英国的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区 我每个礼拜天都在不同的地方 要驾车几百亿里的去负责讲道 福音聚会或者是训练的工作 到现在我虽然八十多岁 还仍然是肩负起 这个所谓宣教的总干事之职 第一阶的宣教大会我自己有份在参与 因为当时发起这个工作的 是我前任的会读 放纵而回度 那我刚刚那个时候从英国回去 他就把很多组织方面的工作 就交托给我去做 所以我在四四年里面 我看见这个组织对整个世界 华人卫理工会 巡道会的推展实在有很大的帮助 自从有了这个宣教大会 在所有的联会联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才有几多联合的工作 推展在不同的施工方面 特别是宣教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宣教大会 对整个宣教的工作的发展 有很大的币重